先在下院長 院長職務 和謝姓慶怡雲輔大宣布 夏林青停職 還記得他嗎 引發網友眾怒的夏林青 我夏林青已經在 網路工程裡面被他的實施 夏林青一槍斃命 院長說他在網路世界死了 那校方現在決議 在這個案子還沒有完成 要他先在下院長 院長職務 他會不會覺得 在現實生活也死了呢 我只剩兩年就退休了 付諸東流 可以 不是說罰掉 但是是暫停而已 想要自己壓下來的感覺 從一開始就沒有走正常的途徑 我覺得這件事情不能這樣算了吧 沒辦法去面對這件事情的真相 抹掉這件事情的真相 我覺得是可恥的啦 按心理系人言之 相關責任 本校信職會從外聘委員組成 嗯 調查條件 正經調查中 消發眉頭一皺 發現案情不單純 所以要把夏林青停止 想止血 哼 你們反應也太慢了吧 這件性侵案 可是去年6月發生的事耶 突發中心 夏林青已經死了 把刀